想请问一下 王菊在过去王菊拍案中间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 以及这一年拍案的节目中间 是否弥补了过去十几年在国内央视 无法涉及和采访播出部分的话题的遗憾 这个当然如此 因为我在国内做了将近20年的新闻 其实在国内做新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要跟两条线作战 一条线就是要克服采访障碍 想办法能够拿到独家的信息 采访到那些核心的当事人 这个工作是全世界每一个新闻人都需要面对的 比如说一个新闻当事人大家都想采访 你要怎么赢得他的信任 接受你的采访 第二个实际上就是跟口径打交道 跟管制打交道 我们有的时候要拼速度 要最快的速度 在口径没有来之前把它拨出去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不断的测试线在哪里 有些线不能做 我们知道 但是尽量的想往前争取 这是国内所有的新闻人在职业过程中间都共同面临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到了境外之后 这个第二层就没有了 我再也不需要跟中宣部打交道了 我再也不需要跟那条线打交道了 我现在只需要用一个专业的新闻人的标准 来衡量我每一期节目 是不是符合职业标准 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我过去所有不能做的节目我都可以做了 所有不能做的领域我都可以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片头 我们不是用习近平做了一个AI吗 你想想这种东西如果我在国内做的 大逆不道 对不对 直接抓起来 是吧 寻衅姿势 颠覆政府等等 罪名就全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间 这些政治人物原本就是可以开玩笑的 原本他就可以应该让民众拿来就做各种各样恶搞的 所有的正常社会都可以如此 所以我现在就完完全全没有这方面的进气了 也包括过去我们想涉及的一些领域 比如我在国内的时候不能谈计划生育 不能谈宗教问题 不能谈民族问题 这些我都可以谈了 所以我在境外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确确实实 作为一个中文的新闻工作者来讲 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这个自由真的是弥足珍贵 我相信其实境内也有很多新闻人 梦寐以求的状态就是如此 所以其实我过去在直播里头 也曾经讲过一次 我希望我的在YouTube上的一个尝试 能够给境内更多的人一个启发 就是离开了那个土壤 到境外同样可以做新闻 你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已